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网站9月28日报道称,9月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年度会议,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世界领导人及其助手,外交官以及国际媒体报道中显有其极的幕后阴暗示例。 报道着,在美国特工处工作了24年的老牌特工,现院网络事故应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拉利约翰逊说,联合国大会只有一半与外交有关,另一半纯粹是搜集情报,在联合国大楼内,完全是外交活动,但是之外则纯粹是喧嚣,完全是间谍游戏。 约翰逊说,每个国家在此期间都从事间谍活动,他们的情报监视团队至少提前一周抵达,常常从不同的港口入境,因此很难跟踪。 他们会从事你能想象,得到的各种监视活动,从拦截手机通信和无限局局网到窃厅酒店房间,视觉监视摄影和亲身侦查。 约翰逊说联合国大会期间,亲身侦查活动也为活跃,他们利用晚宴,人际关系网合非正式会议,这些场合,人们往往放松了景气,特别是如果喝了酒,所以这也是搜集情报的天赐聊机。 约翰逊及其他专家认为俄罗斯、伊朗、以色列和美国都是最积极的间谍活动者,有些国家多带一半的代表团成员都是情报特工。 民营安全公司格罗布斯坦蒂普尔公司负责网络安全与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的主要副责任埃里克拉斯穆森告诉记者。 9月份,随着这座城市成为世界大熔炉,那些对间谍活动感兴趣的人,实际上可以为一国或两国商量间谍,总是一战式情报刺探。 中央情报局已退休的高级秘密情报官单霍夫曼说,联合国大会一个重要的情报搜集功能就是尝试先行一步,抢在各国代表所言所为之前。 霍夫曼说,大家都想知道,所要讨论的话题以及如何参与。 他还说纽约里程间谍的温床,会议期间肩负使命的人加班加点。 报道着,专家还说联合国大会被间谍,提供了利用不同途径搜集情报的机会。 同时他们又打着外交的旗号,安全公司莫塞克公司创始人托尼斯基耶娜说。 当外交官突然带着随行人员参加联大会议时,他本身就包含了安全和情报人员在内,这是间谍活动的大好时机。 因此除了创造非常先端的持续交流和提供信息的通信平台之外,还可以利用比较古老的传统间谍方式。 报道着,斯基耶娜说美国当局不可否认,则可以保持亏探和告密盲络的优势。 他指出他本人有过相关经历,他们拦截过外国间谍的魏塞刺探。 报道着,间谍活动很少成为新闻头条。 但是,有一次,加利福尼亚永久居民兼伊朗公民马吉德格尔巴尼, 8月一被控在2017年联合国大会期间拍摄伊朗反对者集会照片,并将照片传给伊朗情报机构而被捕。 对格尔巴尼的判决,趁他参与绑架和杀害了伊朗知名反对派人物阿里萨法维。 报道着,直指伊朗政权更迭的中亚组织,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高级官员萨法维曾经告诉记者, 我记得他,他参加了集会,一见到我就问,为什么我不再去加利福尼亚了? 一名前中央情报局情报官告诉记者, 在美国各执法机构,在联大会议期间,也会与愿并超出职责范围。 有些情况下,有关外交官会被限制活动范围,只能在其本国外交机构附届活动。 据报道,在联大会议召开之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德高级顾问伊布辛卡林, 宣布准备继续寻找引起争议的流亡穆斯菲特胡拉·诀伦的支持者。 土耳其政府指责绝伦策划了2016年的未遂政变,并提到了费特胡拉·诀伦恐怖组织。 据报道,为了赢得安理会成员,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美国也对成员国进行了监视活动, 希望搜集到相关情报,看看究竟是谁支持或不支持联合国各种决议。 报道着,在伊朗时任总统马哈默德·埃哈迈迪内贾德2010年结束他的联大会议讲台上发表, 那次广为宣传的长篇演讲,指责美国是91袭击事件的幕后操纵者之前, 美国外交官就已带着精心起草的谴责走向门口,准备发表, 结果导致人们猜测,美国事先可能已经知道了内贾德的演讲内容。 编译 郑国仪 这是9月18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拍摄的第73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式现场, 新花社记者李牧子社,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同纽约的高اف一号 SVB cs土俄文化 上约的高清单领架矩形态下その期待 Quem由于三找 slots上的 Neighbor制限计限定的地方, ek白依草的评途和ش Kill the 美国国上的人能也设定未来的路由